Leo聊世紀,TNTNP個星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西班牙人對上不利的電人 這場比賽是TNT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為12點鐘方向的藍色玩家 Hart選擇到了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的特色是他的兵工廠科技 都是不需要黃金就可以研發 而且每點一個科技的時候 還可以獲得額外的20塊黃金 這個效果讓他支部技術點向之後 可以打出3棒棒的快攻打法 西班牙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於奇兵路線跟火器部分 火槍火炮西班牙征服者火器攻擊速度都很快 他的弓兵路線是需要注意的 不能升級,所以封建時代弓兵出太多 沒有辦法延續城堡時代的進攻節奏 那麼接下來看一下MAP選擇到了不列典人 不列典人的特色是他吃這些馴服的動物 可以吃得很快 所以他也很適合打棒棒開局 或是打肉碼開局 這是OK的 不列典人的工兵呢 打法是可以打出強弓兵的 強弩還有強弓兵 射程都是遊戲裡面最遠的 但他的缺點是沒有品種 然後也沒有大肉碼也沒有三級 這個遊俠升級 所以他的打法會比較偏向於騎兵 這個工兵跟步兵路線 騎兵路線的話不太行 那不列典人的最大問題是機動性的問題 後期的話可能還是要靠 投石車或是肉碼去反制戰毛兵 可能會比較適合一點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地圖吧 那地圖的部分目前看起來左邊 這塊黃金還可以 那這塊黃金就不太行了 這個要蓋TC也不是 要蓋彩晃地的話也很難守 這裡可能要插一根寶 才有可能守得住了 那如果這邊插寶的話 這邊插寶的範圍又太小 可能要去往前插 但往前插也太近 所以這一根黃金 這塊黃金是viper這場的重點 那這裡黃金可以開TC 問題還不大 還有這塊黃金也是個大問題 這個要怎麼守呢 前期的部分這個 有點需要插箭塔的感覺 感覺插個箭塔會比較好守一點 那這邊小微的話應該是ok的 小微 這邊圍到底 插個箭塔 欸 當然就可以小微守住 那哈豚這邊的果子在前面 這也比較糟糕 但至少黃金在後面 但兩邊的黃金位置的主心 都是偏外側的 而且都是旁邊喔 沒有這個東西可以防守 你要圍起來是不太容易的 除非你要大圍喔 那這邊大圍來看的話 哈特是比較好圍的 這邊直接圍到底 這裡再圍到底 然後可能手左邊這個區域 防守 或者是這邊左邊圍起來 然後正面圍一下 防右邊 都是可以考慮的 但不管怎麼圍喔 都是要花費非常多的村民 去圍架喔 這個怎麼圍 就是高手們的厲害的地方喔 好 那白婆這邊點下了封建時代之後 偷了一個織布 上城堡時代 上封建時代才點下了織布技術 好 偷賺個一村 好 那你織布技術點下之後 開始轉射箭場 先按個毛兵 沒有去挖黃金 所以暫時不會走一個工兵快攻 打一個槍矛前壓 槍矛前壓 由於不列電人前起喔 他的吃養速度很快 所以他的肉在前起喔 算是比較多的喔 所以一開始打槍矛前壓喔 也是可以考慮的範圍 但是我覺得這個範圍是有點廣喔 這個戰術打法有點多 那如果你打槍矛的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逼對手 也跟你跟著轉毛兵 讓他的落馬攻勢喔 不會這麼的快 但是你的槍矛前壓 有個問題就是 你沒有辦法很好的去 去騷擾對手 對手被影響的 這個 感覺喔 是有點麻掉了 沒什麼感覺 卡巴基一樣 沒感覺阿 槍矛打他 這是 喔唷這個戳到了 漂亮了 哈特這一波 戳了一槍 好 那待會 哈特如果想想打贏這一波 槍矛前壓的話 最好的辦法就是 把事件場一直穩定按毛兵 就能守住了 那毛兵配落馬 這個打法也算是 比viper這邊喔 還要更厲害一點喔 畢竟槍矛前壓並沒有主動權 但是落馬配毛兵 是有主動權的喔 好 或者是哈特也可以考慮用落馬 去騷擾viper家裡 然後 毛兵 去投爆對手 這個都是可以正常的應對方法 那哈特這邊的話 待會要找個機會 補下兵工廠 反擊這些槍矛防守的話 壓力會更小一點 好 viper則是補下了兵工廠 一級射很快就點下了喔 而且農田已經補了很多 但是問題是 沒有點下一級農田 第二次撒農田的時候 速度會很快 可能在生橙保時代的時候 就要去補第二次輪田 所以待會要 稍微防守一下囉 這個鐵木頭會小很快 結果一村被拿下 哈特這一波肉馬 直接拿刷了兩村 哇靠 這個五隻肉馬 直接吃光啊 好 那現在西班牙人點下了一級射 OK 終於找到機會 點了一級射了 但是viper的支援量 已經領先了很多 18個 鐵 19個鐵 而且這個槍兵毛兵數量有點多 毛兵真的不能斷喔 這裡13隻毛兵可能也不太夠用 那這邊的問題就是 哈特要先去打槍兵還是先打毛兵喔 我個人認為喔 遇到這種槍毛前壓的時候 毛兵就是看誰就打誰 不要去刻意去點槍兵了 因為你這個槍兵是用太多喔 你可能為了點這些槍兵 點到你的毛兵 反而被對手的毛兵點到頭破血流 這種情況可是很常見的 所以呢 最好方法就是 看到誰就投誰 別想太多了 不要再去刻意投這個槍兵 因為有可能你刻意投也投不到 好 viper這邊 果然是一個小圍 但是他這個小圍是稍微圍出去的大圍 也沒有到非常大 好 不去跟劍塔防守 那哈特這邊沒有補劍塔 反正對方是槍毛前壓壓 壓力不大 點下來一級農田 差不多了 果然是升城堡時代的時候要補第二次農田 好 viper這邊決定轉馬 之前呢 我忘記是哪一位職業選手了 有打不劣點馬功喔 結果那把不劣點輸了 被制裁 viper這一把會打馬功嗎 沒有走步工兵了 想想還是走城堡時代有優勢的東西 好看一下這一波 好你投我我投你 好往前 ok 看到誰就投誰 好 這個槍兵差點 哎呦吸引到一隻 再轉過來一個槍兵 好洛馬出來打一下 現在有點慌 viper現在只要爆馬 就能打得贏 但是馬沒有品種 所以打起來可能還是會有點吃力 現在對方洛馬是有點無雙狀態 槍兵全倒光了 要是這個上去前壓的話 HART是能贏的喔 就要看一下HART要不要 all in一下了 這個把所有的兵力衝上去扁人 好衝上去再扁 繼續把毛病吃光 對衝上去扁就對了 果然阿我想說你怎麼不上去扁呢 是我就上去開A了 反正viper就只有肉馬能打而已 你的肉馬還贏人家 不打也怪怪的 肉馬毛病全吃光 HART這波打得十分漂亮 HART這裡是沒有挖石頭的關係 所以並沒有辦法去打出西班牙征服者 那毛病已經投光的情況下 打西陣也不太實際了 因為對方是不列顛人 他只要轉步工兵 就可以有效壓制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西班牙征服者就算四到五隻成形了 不列顛這時候可能也快要十幾隻 二十幾隻的工兵了 以數量上來說是很難攝影不列顛人的 甚至有彈道群的加成 命中率也比西班牙征服者更好 所以通常西班牙人遇到不列顛的情況 都是轉騎士配戰矛或是轉投石車 都是可以看到的一個畫面 viper這邊呢 則是要去轉出槍兵或騎士 跟著應對或是轉生旅 都是可以考慮的 那如果對方戰矛兵這麼多的情況下 投石車可能還是要拍個一下 或是轉個弩號 都是要去考慮的 這個戰術選項 那這裡看一下 戰矛兵壓過來 這個箭塔無情輸出 工兵二級射 兵機還沒點下 現在有點斷村 viper這邊 PC斷了一下 有點慌 這兩隻村民 可能要死了 還有一隻躲掉 Miper本來想要挖 本來想要挖一個 不好意思 剛剛又按到了 本來想要把城堡挖出來 結果抽人被抓掉 這裡要小心 壓過來 往後貼 騎士往前 後面的工兵輸出 勝旅遭翔 戰矛往前打勝旅 勝旅沒打到 再一發 先打工兵 勝旅先打掉 再一發 勝旅躲掉 騎士往前扛 OK這一波 勝旅扛線加上 後面的箭塔輸出 這一波HART 打到有點頭破血了 戰矛兵損失的有點多 這一波是viper有點賺了 這裡趕快補一個城鎮中心 才可以穩定挖石頭 才有機會把城堡挖出來 那城堡挖出來之後 可能要把城堡補在高地 先把高地守住 祖金不要被騷擾到 大家可以安心發展 HART就是雙TC 邊農邊打 現在TC的部分 待會可以考慮繼續往左開 補這個位置 或是補在左邊這個位置 都是還不錯的地方 可以看到HART 大概每次打完一波之後 開農 他就會開始探地圖 那我覺得這個算是 一些頂尖的職業選手 會去做的一個小細節 探地圖其實對於 後期 中後期來說 是很重要的事情 可以看到viper這邊 地圖其實沒有探得很明 但是他打的都是這種 潛壓打法 所以在潛壓的過程中 還是可以探到一些東西 但是HART他這邊 就是更細心一點 會把地圖 看得更門一點 喔 這三隻騎士 看完地圖 還可以吃村民buffet嗎 看到有在伐木囉 欸 HART有看到嗎 那裡有一個被伐掉的木頭 過來 好 但是viper已經衝進來了 騎士 沒有抓到村民 毛兵 頭掉兩隻公兵 後面兩隻生女 全部被射倒 viper的第一時間 把所有的生女都搞定了 好 然後在後面 趕快射掉騎士 但是騎士應該是打不贏了 HART的騎士數量有點多 而且有二級馬鎧 二級馬鎧 下去之後根本打不穿 數量一定要夠多才行 少二三十隻的公兵 才會比較射得穿騎士 好這邊一個遠程伐木 viper這邊是想要補一個 城鎮中心吧 對 這裡木頭也要穩定下來 現在木區全靠這一片 這裡有上億人在發呆 viper現在要思考的是 接下來 要不要轉一些騎士 或是轉重裝長槍兵 升旅的部分只能擋一死 不能擋一輩子 不能擋一輩子 騎士衝進來了 然後圍一下資源點 家裏沒有槍兵 右邊再圍個房子吧 這隻還是有個洞 再圍一下 升旅招翔 過來抓掉 哎呀 居然沒有招翔到 但是自滴了一隻騎士 踏著這一波小虧 填下了虔誠科技 把這個洞口堵起來 進來騎士來了 就別想回去了 好 15隻的弓兵開始在抓 但是viper這一波被流進來 有點傷喔 一收春之後經濟就不好了 所以可以看到 現在viper的資源量 是落後於HART的1300資源 這裡再圍 出不去出不去 各種觀測所 但是這裡還有個洞嗎 沒洞 這個是有連在一起的 好 那現在HART 是補下了工兵鎧甲 轉戰毛兵 繼續防守工兵 好 viper的工兵已經來到了20隻了 只要來到30隻的話 騎士也能射穿喔 所以HART 現在要轉出 防禦的狀態啦 工兵數量有點多 開始危險了 那這邊西班牙防守就更輕鬆了 只要傳個什麼傳教士啊 或森旅都可以很好壓制住 好 戰毛配森旅 可以考慮一下 但是森旅要配的非常後面才行 好 但是viper這一根城堡事情要往前壓啊 這樣跟城堡往前壓 可能就會比較好打一點嗎 好 西班牙人有點下了 戰道學 那viper這邊二級伐木還沒有點喔 這邊可能是忘記了 一直在打架 確實有點忙 好 好點下帝龍時代 待會再控一下經濟如何 好馬上點帝王了 33分鐘點帝王非常的迅速 好 我們繼續點 好 viper這邊是段春點帝王 好這邊點帝王 想要給HART更大的壓力 好 好 右邊這裡被逼低 家裡沒有槍兵 跟森旅 就會很難受 趕快再補下森旅 所以我viper已經撿到了三個聖物了 好 戰毛兵再繼續投毛 投掉了幾隻公兵 後面城堡又補下了一個 好 城堡補下了 我們實驗在西班人 這裡也要點帝王了 再不點下去就危險了 通常對方來壓寶 通常也是點了帝王時代了 但是他的缺點就是經濟不好 哈克應該也深知這一點 可以看到viper的分數現在是落後的狀態 這邊看能不能用巨型頭司機前壓寶 打出破口 好 攻兵數量來到了20隻 攻兵直接4個射箭場 狂出攻兵 有點猛 這個產能速度有點可怕 好 那數量只要來到了30隻之後 就會比較安心了 來了 戰毛兵 加騎士 給壓力 騎士上前 頭毛後面輸出 這裡射一發 B陣一下 打一下 好 再射 往後射 再往後射 再B陣奪 但是戰毛兵哈特貼得很緊 攻兵一直一直的倒地 這裡並沒有騎士過來支援 哇 也沒有投石車 尷尬 那這一波只能被追著打 神旅稍微來招想一下戰毛兵 但有意義嗎 回頭還會被射到神旅 這個神旅感覺 要送掉了 好 這波騎士也可以招想到 欸 結果哈特這邊居然知道這隻騎士被招 好 結果前線的弓兵沒有控好 被對方城堡給收掉了 好 現在viper 又巨星突襲 但是弓兵又在送viper 控不過來 啊 又死了一隻弓兵 好 左邊這個城堡 要蓋起來了 哈特其實有看到 但是他不敢 拉兵去打 因為他以為viper這邊有很多兵 但一隻兵都沒有 好 下面兩隻騎士 過來解決 但是這隻騎士有點發呆了 這個用到駐守模式了 好 好 那現在哈特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 趕快轉戰寶兵 三級防 三級 射 然後再轉出騎士 重裝騎士 然後遊俠出來 viper就會很難打了 好 這裡控一下附金 viper的弓兵怎麼一直送給城堡打呢 哇靠 這裡弓兵一直被 城堡給射掉啊 已經擊殺了十隻弓兵 已經有啦 哇 viper要是有這十隻弓兵的話 現在 壓力也不會這麼大喔 這個就是 細節 沒有做好 viper這邊 出現的 一些失誤了 右邊哈特開始 又要帶來BD了 繼續偷你家 那哈特這邊 點下了三級的弓兵抬打 化學 火炮趕快轉出來 火炮現在 還沒辦法出 好先拆城堡 好但是哈特這邊也是想拆城堡 好在毛兵對上工兵 但是現在工兵射程非常遠啊 現在工兵射程來到了十點射程 好 右邊這些村民還在被追殺 工兵防守 好巨型托斯基 要拆除這根城堡了嗎 騎士上前想要拆巨型托斯基 有機會嗎 可能有點困啊 還有一隻騎士在輸出 直接工兵一點巨型托斯基 漂亮 viper的工兵直接補齊的傷害 這個巨頭拿下之後就會安心了 但是戰毛兵的數量真的有點多 好坦好坦 viper這邊損失的數量有點多 結果城堡在打 房子啊 這個房子吸到了非常多的傷害 戰毛兵剛剛在這個射程裡面 完全沒事 viper這裡又送了一坨工兵 這個工兵送爽沒 送了十五隻的工兵 三隻騎士 誰把人點下洛馬的升級 哇這個viper這個集結點有點問題啊 okok終於把這個城堡塞掉了 但就沒有集結點的問題了 但自己左邊城堡也沒了 騎士過來抓一下挖到金礦的村民 現在viper的村民處是137村 最長PAT120村 現在工兵全倒 火砲直接往前壓 戰毛兵直接扛著城堡的傷害 工兵沒有全倒 工兵是往後拉了 進到城堡裡面 還以為他已經全倒了 我想說戰毛兵怎麼貼的這麼往前 是全吃了嗎 結果不是啊 哈特這邊是 繼續出戰毛兵 現在騎士的部分並沒有轉出來 如果要轉騎士的話 這邊要開始撒農田才行 所以農田樹有點太少了 麻木工造勢很多 好 反正多了工兵製造所 秀一下 哇 直接被點死 漂亮 viper這波極限輸出 打掉了一台巨型投射機 工兵鎧甲開始慢慢點下 但是戰毛兵的坦度依舊是很堅挺 防禦是 哇 8點防禦力啊 感覺只有精銳長弓彩色的穿了 精銳長弓的傷害是7加4 11點傷害值 好 重裝騎士補下 白普爾轉重裝騎士 戰毛兵多 我轉重裝騎士 反正我有三級馬凱 你就射不穿 出肉馬你也射不穿 哇但是 補了重裝騎士有點大手筆啊 黃金消耗可能會有點兇猛喔 右邊這裡一個BD多線 哈特這邊是先展出了重裝騎士 這根城堡差這個位置 稍微可以控一下石頭 但是其實是控不到的 但至少白普爾這個黃金最重要的地方已經控住了 只要控住這裡應該就非常穩 好家裡這裡騎士一直騷擾 但是白普爾並沒有選擇要轉出 槍兵的部分 大槍兵沒有打算要升級 反而是用騎士跟對方應戰了 好 白普爾的化學 現在裁補下 有點慢了 但是重裝騎士衝進來 讓哈特的戰毛病有點難受 怎麼辦 哈特現在加力要守住這些重裝騎士 只能用騎士跟他對撞了 現在右邊的 據點 跨病拿下 三台巨型投資機的攻城很快 好 這裡直接 想要控住村民 點掉生旅 但城堡設的有點痛 好公平去走 好從上面包抄 你的撤退路徑 這個城堡一掉 就沒了 好往前走 但這裡沒有投石車 白普爾的一隻騎士 能夠拿下火炮嗎 沒有辦法 好那現在看起來 白普爾在左邊 又有新的一波攻勢 補了一個射箭場 公平開始往前追 巨型投資機 拆除這些圍箭 好 三級弓箭 也點了 房屋裡終於滿了 西班牙這裡最大的問題是 這塊黃金能不能守住 守不住就只能投了 左邊這塊黃金 現在暫時能挖 那左邊還有一塊野礦 野外的差不多了 所以這塊黃金 一定是重點 而且白普爾一直在 控制在這個區域 所以西班牙人 一定要想辦法 把這根城堡給拿下來 然後正面部隊也要打贏 這個對於哈特來說 現階段是有點困難了 騎士數量一定要夠多 他有機會拿得下來 這一個區域 白普爾點下了 義勇騎兵 長弓兵的射程 強弓的射程 就可以來到最高了 這波騎士 又抓到採礦的村民 吐吐了 哈特本來是經濟優勢 現在已經落後了三千支援了 OK 現在手對策 重新補下 現在哈特沒有辦法 擋得住了嗎 現在要轉遊俠 黃金食物都不夠 好 現在不列電人 三公點下 還點下了劍俠槽 這個是 要來插塔的意思嗎 要來插塔嗎 喔 升起來了 好 這邊射穿 哈特點下了遊俠 這遊俠來得及嗎 感覺遊俠生好之前 家裡就爆了 哈特直接果然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不列電 MIP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果然是這樣啊 這個遊俠 果然囤到這時候 就來不及了 你不繼續爆重裝騎士 的話 就會直接一波打穿 如果你囤遊俠的話 也是被一波打穿 不管怎麼樣 一波打穿的機率都是很高的 但是我覺得 多採一些重裝騎士 蛋毛壓回去 可能還有一些機會 但是MIP沒有打算要給他 這樣的機會 直接打穿了 而且MIP這邊 重裝騎士數量是真的蠻多的 這邊大概有13隻 那哈特這邊的騎士 只有17隻的數量在前線 看起來 這個囤到遊俠 可能也是也沒有太多的機會 遊俠可能有一點點 但是以現階段來看 感覺爆更多重裝騎士壓回去 可能會更明智一點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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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umat 我們 hearts 妻 你 很難 在